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生于1979年的女孩子宝贝小时候总梦见自己会飞 并对自己的由来常感困惑 母亲曾告诉她,她是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 这令她产生了许多奇思怪想 宝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长大 童年的家园一为平地 一座座高楼大厦从废墟中拔地而起 城市飞速发展长大了的宝贝开始恋爱了 一天一头乱发的她捡到一卷自拍带 她发现自己和带中的男主角一样有个想飞的梦 于是决定找到她用自己的精神拯救她的灵魂 和她共同拥有未来自拍带的主人叫刘志 是个每天在都市中繁忙讨生的白领青年 宝贝的出现击中了她已经麻木的心灵 两个人迅速坠入情网享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恋爱 这场当街击倒的爱情果然展开 并且发生在工地 海滩酒吧甚至一个残疾的青年毛毛的生活当中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靠爱情就可以进行下去的 刘志想通过拼命工作让宝贝过得更好 但物质的气味使宝贝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 她变得行为古怪并突然失踪 刘志终于理解了宝贝的痛苦 重新找回她 两个人同时感觉到他们已经无法分开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